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方教育直播间 我是三水老师 那么还是先来测一下我们的设备啊 如果大家声音画面没有问题的话请扣1 如果有卡顿这些情况呢 KF刹现我一会儿或者换一个网络看一下 今天CM同学也来了 OK啊 然后我们今天是第十节课翅膀啊 还有两节课就要制成完结了 最后两节课呢是两节特殊材质的课 一个是讲镭射 然后镭射的话主要是用PS的一个功能去做 就是那个见面映射去做 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偏功能的一节课 就是讲PS功能一节课 然后最后一节的话是一个透明服装 就是相当于比较另类的那种透明材质的衣服 像什么塑料之类的这种画法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翅膀的话呢 一共就有两部分啊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知识点部分 这个翅膀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一个按理演示 那这个翅膀的基本形态的话呢 可能会跟打破一下同学们以往啊 以往对翅膀的一个概念吧 或者说一个想法哈 OK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理论基础的 理论基础知识的部分啊 翅膀的话呢 它其实主要分为三部分啊 大家吃过这个肯德基的那个鸡翅吧 对吧 然后鸡翅分为哪部分呢 鸡翅其实分为它的这个翅根 翅中和翅尖 对不对 那其实基本上所有的鸟类哈 就是长翅膀的生物的话呢 它的那个翅膀都是分为这三部分啊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是这个翅根啊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根 然后中间这里啊 这个形状最摆着呢 就像一个四边形一样的这个形状呢 是这个翅中 最后面这个会有一个小钩的这个呢 是它的翅尖 那像翅根的这个地方呢 它很多时候啊 是有一部分是埋在身体里的 就翅根的这个根部呢 是跟它身体里面的这个骨头啊 是卡到一起的 这样的话它才能扇动这个翅膀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是可以活动的 看到了吧 所以一般我们去画这个羽毛的话 羽毛都是从哪里长的 羽毛基本上 是从它这个翅根啊 稍微可能靠前一点的这个地方 开始长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长羽毛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我们也不是说在这个 它的这个节点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发生转折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 跟右边这个对上 就是这个翅根 翅中 翅尖的这个位置呢 我给它打了几个点 看到吗 这个是它那个翅根的 根部的那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这里是翅根和翅中的连接点 你会发现啊 这个羽毛它不是说 直接在这个骨头上 然后贴着这个边 贴着这个边 然后夸夸夸 这样长的 它不是这样长的 这个是错的 它是有一点交错的啊 就是它会在它的连接点中间呢 这样啊 稍微往上走一点 为什么这样往上走一点呢 其实就是这一块 是给了它一个活动的区域啊 就这里的这个肉呢 你再去给它扯的时候 只有这里有一个空余的地方 你到时候把翅膀完全展开 就展成这种平的 对吧 展成这种平的 它才能展得开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翅中 翅根 翅尖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的 对吧 翅根 翅中 翅尖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一开始就是死死的贴着这个骨头去长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展开了 咱们去想想 因为它可以收起来嘛 对吧 如果它收起来这个肉要正好的话呢 它扯是扯不开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赋予的这个空间啊 所以这个空间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画翅膀的时候 翅膀的最前面这个区域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平 啊就那么的弯啊 不是那么平没有想象中那么弯 就是画翅膀不要这样画 他这里不会很弯 他这里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翅膀基本上 唯一弯的地方呢 是他的这个翅中和翅尖中间的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像他这个中间这里转折吧 他还不是这个转折点 这个一般是哪呢 这个其实一般是他的这个尖 哎没想到吧 就是他们的这个连接点呢 还是要靠里一点的位置在这 就是我如果把这个 嗯里面的这个骨头的形状画出来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形态啊 这个是翅肩 然后这个是翅中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翅根 看到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然后我们了解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在去画翅膀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可能画一个平着的翅膀 你会画 但是一旦这个翅膀发生转折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不知道他怎么去画了 那其实你就是要 嗯就跟你画人体一样啊 就是你画人体的这个动态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一下他骨骼的一些运动 对吧 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当你这个翅膀转向 你不会画的时候呢 你就要先在翅膀上找到他这个 翅根翅中翅间的这些连接点 然后呢 你在你想画的 羽毛的这个舒展的方向上 给他找出来 你看这个是我找的几个不同飞行方向的一个鸟 有这个羽毛呢 主要呈现的是这种形态的 对吧 因为它是往上掀起来的这个翅膀 那你这个时候 你只要能够找到它的这个翅根 翅中和翅间 它们这几个连接点的话呢 假设说我就随便在这里画一个 我说这个地方是我这个翅根 然后呢 嗯 这里是翅 翅中 然后翅尖 对吧 然后翅间还会往出去沿一点点啊 因为翅间的前面会有个根 那你只要你把这几个点找住了啊 你就知道 哎那我这个羽毛的话呢 是从这个翅根的这个位置 往上涨的 对吧 这样往下涨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翅间和翅中 中间这里 它会稍微的平缓一点 是这个样的形态 然后 然后到羽毛的下面 往上去连 就这样去连上去了 所以我们不管你去画哪个方向的这个翅膀啊 你都可以先去找一下它这个连接点 然后因为它不是每一个连接点的这个位置 都会相较于它的外形来说 往后错一点点嘛 对吧 但是我们去找的时候 也不用找的特别的准 因为这个它 每个鸟的形态都不太一样啊 每个羽毛 包括翅膀长的 有时候你还会画一些幻想中的这个生物长 这个翅膀 对吧 它这个形态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你基本上呢 就按照这个 鸟的 它这个羽毛的弯折的点 去找就可以了 你就去找一下 它这个弯折点在哪 然后呢 跟它稍微有一点点斜度的地方 就应该就是它那个 骨头相接的这个点 骨头相接的这个转折点 然后你只要这样标上来之后呢 你再顺着 就可以把上面部分的这个外轮廓 就可以给它找到了 那你这个外轮廓 上面这个部分找到了之后呢 下面你只要画一个大扇形 就是我们的这个羽毛了 看到了吧 就是我们这个羽毛 然后基本上所有形态的这个羽毛啊 翅膀 它都是有这个结构的 明白了吧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呢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羽毛 它你在画的时候的一个注意点 就是正常情况下 这个羽毛 它是越靠这个尾端的地方 越长 然后越靠根部的这个地方 越短越密 就是这一句话 越短越密 然后它整体是什么呢 它整体是呈现朝身体收缩的状态 就是我们一般画羽毛的时候 它都是外面大一点 然后里面小一点 对吧 它是里面小一点 这样的一个形态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翅膀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说我外面一下扩得很大 然后到里面我夸一下这样收窄 就它不是这样的形 你这样画的话呢 你就画出来的这个翅膀 就会感觉很奇怪 比如说我画一个这样的翅膀 你就感觉很奇怪 那这个羽毛其实是什么呢 羽毛啊 它其实它的根部的这个宽度 和它尖这部分的这个宽度 这个颜色太深了 看不清 看到了吗 它其实是差不多的 包括这边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根部 根部的宽对吧 画一下 到它这个肩部的这个宽 它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羽毛的这个翅膀的这个整体的形态呢 如果你展开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形 它反而是到这个翅膀的尖尖的这个地方呢 它会变窄 因为这个羽毛它是变长了嘛 它往外发散 然后到根部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说 这个宽度压缩 它只是变得更密了 它羽毛更小 变得更密了 到根部的时候 它会这样往外散 看到吧 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才是对的 那在我们去画图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是会夸张的去画的啊 就是说会有一些不同啊 会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你像这个的话 它这个夸张就是把这个 根的这个地方呢 画的特别特别的窄 然后羽毛的前头这个地方呢 画的特别特别的大 特别特别长 这是主观意识上的这个夸张啊 因为它这个本来也不是 就是可以煽动的这个 感觉是长骨头的翅膀 它这个更像是一个装置 因为你看它后面 它是卡了一个 就类似于你背的一个翅膀 一个感觉 就是它应该算是一个装备 长在这个身上的 然后这边这个的话呢 也是做过一些主观处理的 也是把那个根部这个地方 收窄了 就一般画人的时候都会收窄 因为人的这个背 它不是很 它不是很宽 不是很大 然后如果说 你想画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翅膀的感觉的话呢 你不把这个根部收窄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连到这个背上的 明白了吧 不过我们一般去 你要知道 就是你要知道 正常羽毛的这个形态 它那个根部 它不会这样 紧急的这样收缩的啊 就是你要去给它夸张呢 也是要在一定比例上 给它进行夸张 好吧 然后这个就是 第一点啊 我们这个翅膀的一些基本形态 那我们在就画翅膀的时候 因为其实这个翅膀 它那个形态 还是比较灵活的 毕竟它一个翅膀 它分为了三个部分嘛 然后你像这三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可以来回的去弯折的 那我们大部分时候 看过的这个翅膀呢 基本上能呈现几种形态呢 一个是这种展开啊 我们不说了 这里我们有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种收缩这种形态 那你这种收缩的形态 你在去找的时候 你在去观察它的时候 你就要去找 它是哪个连接点和哪个连接点 它在什么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在上面画一下 照一个颜色明显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翅膀 然后你看它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它明显是什么 它这个地方可以发生一个转折 那肯定是这里是有一个骨头的 一个关系的 那它前面这个部分呢 肯定这个部分是它的翅肩的这个部分 然后中间这里 是它的翅肩 然后这里的话是它的翅根 然后你把它的这个 啊 节点给它找出来 对吧 这样的一个节点找出来 你就可以顺着它这个节点 去连它的这个外轮廓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这个翅肩的这个地方 和翅中的这个地方 中间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空档的 这样去连 然后连到前面是这个翅根 对吧 然后再往上呢 这个是翅肩和翅中的这个节点 它这样往下走了 我们这个边缘一定是会贴着你这个骨头去走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羽毛该怎么走呢 你就要顺着你这个骨头的转折去走 它就这样往下去走 看到吧 然后你就可以画出一个这种形态的翅膀 然后越往根部羽毛越密 越往那个尾部羽毛越宽 然后包括这边也是啊 这边它是从后面这样low下来了 对吧 low下来了 你还是一样啊 你靠一点点那种透视的感觉 去找它的几个骨骼的节点 那你看这个地方 还是它这样往下转的一个大的转折面 那前面这里肯定还 这个地方还是它的翅肩 那它翅中呢 它翅中是被挡住了 对吧 它翅中应该是在这 应该基本上就是透视上来说 是跟它的这个翅肩 前面这个位置差不多 然后在后面呢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它的这个翅根 对吧 那你还是把这个节点给它找出来 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你在外面去给它连啊 我们那个翅根和这个翅中中间 它还是有一个这个起伏 low下来的一个地方 又有一个空档啊 然后这样往上走了之后呢 这是它的这个翅中跟翅间的这个节点 对吧 那我们这样顺着往下画什么 画这个翅尖啊 它会带着这个羽毛 这样往下顺 顺下来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一部分啊 就都看不到了 对吧 这里 这里中间这个转折 这个地方都被挡住了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之后 就是不管你去画什么羽毛的话呢 你都可以先去找它这个节点 然后呢 去把它这个形态 可以多去练一练 它不同风格的话 它这个有的时候翅膀画出来这种转折的形态也不一样 就即使你看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鸟啊 它们这个翅膀兜兜少少也是有一点区别的 你看它这个翅膀就是它中间这个地方比较股 那你看这个翅膀的话 它整个翅膀都是比较薄 都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这个区别啊 所以说我们平常的时候 你可以说不用每一个翅膀都画成完整的 但你要想画的好看的话呢 你就得多练习一下这些翅膀的一些转折的这种形态 就是你照着画多了之后啊 你这个画就会比较自然 有画的对不对和画的自不自然 其实是两回事啊 就有的时候你形画的是对的啊 但是可能因为你比如说你同样是这样一个翅膀啊 但是呢 你画起来比较的僵 我光知道它是这样往下转的 然后我就照着老师这个 然后就这样画对吧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画的比较僵啊 和比较像剪笔画 这个就是经验不足导致的 然后你平常的时候就是 嗯 多去画一画啊 多去拎一拎人家这个翅膀的形态啊 画几张就好了 好吧 然后像这边这种翅膀的话呢 它是自己给它变形的比较多啊 它里边基本上没太办法找到骨骼的形状了 它这个就有点像是在一个这个 呃 一个机器上面啊 或者说一个装备上面 一个这样形状的装备上面去粘的羽毛啊 它里面不太像长骨头的那种 所以这种的话就另说啊 就是随画啊随找参考这种了 因为它跟普通的这个翅膀的形态会差的比较多啊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拿前头这个东西 把这个翅膀给它卡住了 然后后面呢都是羽毛啊 全都是一片片飞的羽毛这种感觉 好吧 然后我们这个 你们在这一部分啊 可以给它结一个图 都订到零了 开心 OK 那我就接着往下走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呃 画一个这个案例演示啊 然后呃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拿了两个图做参考 其实羽毛它的就是哎 老乡说羽毛就其实翅膀啊 它画起来比较麻烦的 就是它这个一层一层吧 你要塑造的比较的多啊 因为它这个层级关系比较多 但实际上你这个翅膀 如果你能把它这个外形画好看 嗯你里面的塑造稍微的画弱一点 也还OK啊 也还OK不会特别的明显 然后呢这个翅膀还是一样啊 我们就画下面这个翅膀啊 然后上面这个是做一个呃 参考做一个参考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翅膀上呢 我们去找到它的这个 哎 这个是它的翅膀 然后呢 翅中 翅肩 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是它的翅根 这个是它的翅中 那这里呢是它的翅肩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形态呢 这个给它拿下来 放在这里 去给它画一下它的 现在画一下它的外形啊 然后这个翅膀呢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它整体的一个外轮廓的一个形 哎 这个翅膀它外轮廓比较特殊 就是它中间这个羽毛啊 中间凸起来了一块啊 你好你好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它这个 大外轮廓的位置呢 给它打一下 你看这个翅根和翅中中间啊 它中间要平一点啊 不要完全是一个 不要完全这样搂下去的一个形啊 再往上走 然后走下来以后呢 我们去给它往后面去连 你会发现你看 从这个羽毛这个尖尖啊 到它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 它的起伏并没有很大啊 不会像同学们有的时候画的一样 就这个翅膀直接画成这样 对吧 它一般不会是这样的形态啊 它其实这个这个部分啊 还是比较平缓的 基本上就是呈现这种形态 呈现这种形态才是对的啊 不要画成这样啊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像是没张羽毛啊 就光画了个骨头啊 这个是它羽毛一个大的外形的一个形态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给它加什么呢 给它加这个羽毛的一个走势啊 你会发现它这个羽毛呢 又往身体里面 它是又往内收 又往外的话是又往外扩 然后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可以中间给它定一个分界线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大概是羽毛最垂直的地方 然后以这条线往右呢 就这个羽毛慢慢的就往外面 这样去散开了 然后越往里的话呢 就慢慢的往里面去收缩了 看到吧 看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你一开始打形的时候 不用把上面的这个每一个小细节 什么都打上啊 没有必要啊 这个的话呢 就大概是我们 这里吧 大概是我们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 啊 以中心的这条线为分界线 我们这个翅膀 垂直了 然后开始往右边散了 啊 这个外形千万不要去纠结 要往外面这个翅膀 它越大 啊 羽毛它越大 然后越分散 然后越往内 它越往里收 看吧 然后上面呢 可以简单再给它示意画一侧 但草稿的时候 你不用把它的 嗯 每一个 每一个位置啊 每一个细节都画出来 大概勾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越往根部这个地方越密 然后吃这个羽毛越小 然后上面所有的这个羽毛的形态都是顺着咱们之前找的它这个大的趋势线去走的 嗯 用外面越酷啊 啊 这样一个哎 前面画的外形画好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填色了 对 翅膀一般 我不会去把它的外边缘给它勾上 我会直接拿套索去勾 因为套索的话呢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 然后如果说你要先给它外面 仔仔细细的勾一个边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画这种翅膀 可能勾边啊 还有这种它会勾边 但是一般 厚土的翅膀的话呢 它是不勾边的 因为你勾了边 会限制住你的这个外形啊 反正会比较难受 所以我们就不勾边啊 我们直接拿这个套索去给它填色 然后套索去填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特别 特别多细碎啊 然后不确定的一些形 然后这些形呢 你就到时候可以作为你翅膀里面的细节去画 就利用起来 然后这个大弯轮廓 基本上可以跟你前面画的这个 嗯 好图吻合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照着它勾啊 底下那个草图其实是给 给了一个参考相当于的 你看你勾线的时候给你一个参考 防止勾的太偏 然后你在画这个羽毛的外形的时候呢 啊可以把这个手稍微抖一点啊 就是它这个外轮廓不要这样全都是这种椭圆形的 你可以给它 你可以给它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给它抖一下 对吧 或者我这个地方它变尖一点 都可以啊 因为翅膀它它并不是说所有都是椭圆形啊 你看它这个前面 它有的翅膀会有一些破损 然后有的时候它会黏到一起 你如果都给它画成椭圆形的话呢 它会 它会像耳叉啊 比如说像那个 儿童画一样的感觉啊 一般翅膀不是都是这种形态啊 然后尤其是外轮廓 你得给它做丰富一点 就会再做丰富一点 对 一直有个人 没有 这 ok 勾好了以后给它填一个底色 填一个偏暖色的底色 看出一位 给它调纯一点 有点暗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下面这个草图关掉了 你现在有一个这个翅膀的外轮库以后呢 你可以ctrl t 给它便便行 就比如说我觉得这边这个羽毛啊 它扯的不是太开 我想让它更分散一点 或者这个外形可以再微调一下 这种形状都可以随时调整 然后调好了以后呢 我们新建一层创立剪定模板 一上来呢 我们是不先去画它这个一层一层分层的感觉 我们画什么呢 我们画它一个大的明亮面 就翅膀它其实是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叠加 但是你仔细观察这个翅膀 它也会有一个这个大的暗面和大的亮面的区分 只是因为翅膀它有这种叠加层次啊 所以在这个亮面里面呢 它会有这种叠加出来之后呢 投影会有这个暗面对吧 然后亮面就暗面里面呢 它会往里面打一些光进去 有些反光进去 它会再产生一些亮面 但整体上来说呢 是有一大部分是暗色 一大部分是亮色 然后像这种的话呢 它其实也有 你看它上面这里的话 明显比别的地方要亮 对吧 因为这里是直受光的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暗啊 但是因为这一张 它应该是一个 就是环境光 它是一个天光 然后翅膀的话又比较平 所以下面的话 它不会像一个方块一样 它不会像一个方块一样 它的亮暗转的特别的明显 这个很亮 然后一下转折就特别的暗 对吧 因为一般天光打下来的话 如果是方块这种转折比较狠啊 然后整体来说 这个造型比较的开的这种物体 它的这个亮面和暗面区分的会特别的大 但是翅膀的话呢 它这个上面和下面 它这个转折面就这么一点 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狠啊 而且这个翅膀它有点往前翻 就它这个底下呢 是这样有点往前翻的 这样翻起来的 所以说光从上面打下来之后呢 这个面它很亮 但是底下这个面 它不会像这个 转折很强的方块一样 一下变那么暗 它顶多就是一个灰面 然后在这个灰面里呢 因为翅膀的羽毛有这个 叠加层次的这个关系 所以它下面这个投影会比较深啊 好 然后我们回来画这个大的眸面 这个明暗面呢 可以去用这个透明圆壁去画 你也可以去用这个揉边缘去画 它们的区别就是 你揉边缘画完了之后呢 你揉边缘画完了之后 它的边缘是这样比较糊的嘛 然后你到时候可能得修一下这个边缘 如果用这个透明圆壁去画的话 它这个边缘就是 自己本身来说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叠加层次的感觉 有一些材质的感觉 然后大的暗面和亮面给它做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受光呢 它很白啊 我们就可以给它提一点点白色 但尽量一开始画的时候 不要画纯白色上去啊 纯白色上去不太好 透明就不太好往上塑造了 然后这个底色的话有点看不清啊 我们在下面压一个深色 因为都是白色会看不清啊 压一个深色这样就清楚 这个外轮廓 你看这个地方拿套锁勾嘛 它肯定会有些勾不好的地方 就自己手动补一下啊 补一下 然后这个暗面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纯色上去啊 就是先丰富它的颜色 其实翅膀的这个刻画 它是比较靠后的步骤 你要先去把它的一些颜色什么的 给它丰富上 比如说它里面透的这个黄色的光 这张它会有这个黄光 可能因为它这个环境光导致的 应该有这个暖光的元素在 涂抹工具我们用这个常用柔和涂抹 上面这个地方 虚微有一点点透光 我们就给它虚微打亮一点点 然后里面透了一些冷色 可以找一个冷色 拿上一些冷色上去 OK 然后这一步结束之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去新建图层 穿结红板 这一步我们才去分这个翅膀的一个层次 前面分是比较简单的 怎么分呢 就是这个草图大家还记得吗 你看它不是有这个一层一层一层这种感觉吗 你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啊 就是尾端的羽毛比较长 然后末端的羽毛比较短比较密的这个思路呢 你去给它勾什么 就是从从上 应该是从下往上去勾它这个翅膀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我们先在这个 这个是底色吧 不用管它 我们先去勾中间的这一层 就是相当于是这一层 你把它大的一个走势勾出来 这样勾出来 这一定要记得心腺涂层了 然后到中间这里呢 变垂直 然后变密 变密 对不起 讲到了那个 那个血液的烂梗 我也端着这个翅膀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它因为整个处于暗部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它不会有那么明显层次的感觉 你可以简单给它勾一下就行 然后这一层勾完了以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有两种方法 就是因为翅膀它有的地方 它是比较透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画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就是上面一层跟下面一层 中间衔接的地方给它压伸 就因为我们现在勾的是中间这一层 它上面羽毛的这个形状嘛 那如果我们要画它下面这个投影 我们怎么画呢 我们用Ctrl Shift加I 反选 Ctrl Shift加I反选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它交界这个地方 给它做这个阴影了 看到了吗 然后做完阴影之后呢 你就会出现左边这张图的这个效果 就这个翅膀下面它会有这个投影 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吧 然后如果你取消的话呢 它这一层之间这个交界线 它就出来了 它就从这个一个底色变成了一个 上面又长了一层羽毛这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它怎么处理呢 它就是反着处理 就是它会在 这个上一层羽毛的末端 给它画深色 这样去画 然后在它们中间交界的这个地方呢 流成这种亮色 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 就它们不同的话 就是这种方法 它看起来可能厚一点 然后呢 第一种方法可能看起来比较写实一点 这个要看大家就是平常喜欢怎么去画都可以 然后也跟你那个环境光有关系 就怎么跟你环境光有关系呢 就比如说 等我把这个中间先涂上 就比如说你的那个头发吧 拿头发做比喻 就如果你一张图它是一个背光 你一个人它是一个背光 那因为你的头发呢 它是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丝状的嘛 然后呢 它的透光性是比较强的 所以在背光的一个情况下 你去看你那个头发 它可能明明是背光 但是它底下会透出来那个阳光的颜色 它会变亮 对吧 然后这个翅膀的羽毛呢 跟那个头发是一样的原理 因为羽毛单根的话呢 它是比较的透的 我们如果拿羽毛上那个阳光底下去看 它肯定是能透过去光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你想画这个羽毛感觉 很透光的这种感觉的话呢 你就可以往那种 背光的头发的那种画法去画 知道吧 这个能理解吧 然后你看这个不是 第二层的这个 这个 羽毛的这个层次加了吧 那就再往上加一层 再往上加什么呢 就是再往上加一层这个 加一层这个羽毛的感觉 它是用一样的手法 就是去勾这个 单层翅膀 羽毛的这个形态 然后你看这边的话 你勾到这个暗色里面了 但是呢 它是这个 哎 想要把这个层次分开 怎么办 你就可以吸亮色 然后在这个尾端画一下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Ctrl Shift加 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某端给它加暗色 看着地 看吧 它这个三层翅膀的 羽毛的这个形态就出来了 你想给它加多密的话呢 就是你看你在往上加多少层 说这个地方也有明显的一层啊 你就可以在往上再扣一层 把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它主要在暗面里 所以你可以 用在暗面里面画亮色的方式 去把它表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画亮一点 上面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从这一步往下啊 就是要比较细致的去抠它了 就还是一样 今天一层串节目版 这个时候你在画的话 一般来说 顺略把它一些大的绵暗 再给它塑造一下啊 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画的 还是比较平嘛 但是羽毛的话呢 它在整体有一个这个浮动的趋势的时候啊 它是有一些更微弱的颜色变化的 然后我们第一步的时候 不能够把这些颜色变化都画出来 因为我们要先从这个大面去画 再往小面去画 所以我们在这一步就是 先去把它 再给它做细致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亮了一块这个羽毛的这个形状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出来 对吧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 这个羽毛明显是这样往回窝的 所以整个颜色会比这边的羽毛颜色要暗一点点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呢 把它稍微压暗一点 但它又不能按过这个暗面啊 它只是会稍微的暗一点点 而且颜色呢 整体来说是比较暖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明显看出来它虽然是暗面 但它比较有透光啊 这暖色 然后中间这里的话 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灰 对吧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 大的明儿面的感觉呢 把这个翅膀的分界再给它做一下 这上面这里有一点点亮 而且有一点透光 可以画一下 可以透光 那这个 诶 这个渐变变了 这边用错了 我们把它的边缘稍微的 往柔和一点点 然后就再往下去做呢 就是在这一层啊 就慢慢的 你说它中间有这个明显接线 不是这个不明明显接线 口糊了啊 这个是投影啊 这是投影 它会产生这个阴影 是因为前面一个羽毛对后面一个羽毛产生了遮挡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更细节一点这种投影的关系都给它做一下 那这个颜色呢 暗部是比较的偏蓝啊 偏冷色啊 然后因为咱们去画的话呢 肯定会跟它 圆图这个羽毛的形态 可能会产生这个差异啊 不用太在意啊 这肯定会有的 因为羽毛它长的还是比较的随意啊 不可能长得很规整啊 你画的时候 你也不能画得很规整 颜色冷一点 然后基本上这个投影它压出来是什么呢 它就把前后这个羽毛的这个形态给它压出来了 我们之前上面这一步做的 是不是上下这个羽毛的层次 那现在做的话是这个横向羽毛的层次啊 所以你这个投影的这个形状呢 基本上就预示了你的这个 你这个羽毛啊 每一根它的一个形状 让它冷一点 有点太暖了 有点绿 这样 这样 这一步这个羽毛的每一根的形态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去画一下 你是想让这个羽毛尖一点 还是让它这个圆一点 对吧 都可以 然后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这一步去画它这个阴影关系的时候 不要直接一条竖线从头到尾这样去画 这样它是不好看的 你要让它有一些粗细和深浅的变化 一般来说它靠近根部的这些地方 它图影卡的会更深 然后更粗一点点 然后中间的地方一般会放细一点点 然后尾部的这个地方又会粗一点点 一般是这样的形态 可以再找几根做的形态特殊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画面细节就丰富了一些 有点编心这样的东西 非常非常有意思 好 大家也能让我们来 curriculum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应该 我们来谈谈 两个 其实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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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现在用的是那个 透明圆笔 笔刷基本上不会特别的去变 这个透明圆笔足够了 咱们的课程里面除了那个 那个牛仔裤它要贴纹理嘛 然后还有雷射那一节课 它是因为要那个 用PS的见面映射去做 剩下的课全都用这个笔去画 透明圆笔 然后牛仔那个纹理 它也是贴的图片 画还是用这个笔画 不会变的 然后涂抹统一都用这个 涂抹统一都用这个 涂抹笔里面这个常用柔和涂抹 然后反正这一步开始的话呢 就是慢慢的耐心的去加了 就是这样 然后你不用所有都画 你像上面这个整个隐藏在暗部里面的 就不用这么画 因为它都蓄到后面去了 应该融到这个暗色里 就不用管它了 里面可以挑一点亮 挑一下 做一点又一点小细节 又一点小层次的这种感觉 对外面边缘画细节还是用羽毛壁刷 不用 我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刻画它的细节 我一般是纯手画的 比如说 如果你要画 你要画这块这个羽毛 你要塑造这一块 你就可以找一些高清的羽毛的图 放边上 放边上 然后呢 你去照着画 是这样去画的 我这边把它合并了 所以我们要塑造这根羽毛 其实羽毛它这个 整个的形态里有什么呢 它除了它这个外轮廓的话 它就是羽毛的中间 它会有一个硬的 硬的一根 这个我也不知道在翅膀上面应该叫什么 就是反正是这样的一根 比较硬的一个 然后如果你放的很大去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一根呢 它不是一条竖线 它不是一条细线 它是有一个厚度的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 然后肩部呢 越细 然后越到下面它会越开 然后在这个上面 它就长这个羽毛 像我们看过羽毛笔对吧 羽毛笔上面真的是羽毛 然后它会有这个 往下散的这一种 那个羽毛球那个毛似的 这样子 然后你说边缘的这些小细节的话呢 是拿泡索工具勾的 羽毛的话 因为它中间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根 有一个镜这种感觉嘛 所以一般你羽毛去做刻画的时候 都是围绕这个镜去画的 就这个镜的有一边啊 你可以给它选择 我给它颜色做暗一点 就表示说我这个地方 它是稍微的往下转了 就是我们把这边颜色做暗一点点 但是你要切记啊 就是你在亮面里面 做这些塑造的时候 它的这个暗色的这个颜色 一定不要超过这个暗面的颜色 不然到时候你的这个黑白灰关系 就画乱了 这样包括给它 这个羽毛的尖尖的这个地方 形态 它做的好看一些 因为最开始狗肯定会比较乱 你后面做刻画的时候 你就这样 给它的形态修一下 但你这样去画这个羽毛吧 画一部分就行了 就是你视觉中心的那一部分 你这样画 你只想让人看哪 你说我就想让人看这一块 你就只画这一块 你后面就给它虚过去了 你别每一根羽毛都画 看一些小的棉面的变化 就是这个地方 加一些暗色 把它中间这个有一个根 有一个管的这种感觉 给它掐出来 然后它上面的话会有这个缝隙 对吧 羽毛一根一根这个缝隙 画错涂层了 你说怎么画不上颜色 它是这个 然后呢 它有这个缝隙的话呢 它就会有这个厚度 对吧 然后有这个厚度 你就要在它这个下面加 它这个暗色 这个厚度它就有深色嘛 对吧 这样 好吧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羽毛就丰富起来了 你在网上画 还有的话 你说这个上面 再加一些小的细节上去 这个缺口怎么操作 这个缺口 拿那个套索工具 知道套索工具吧 套索工具 这个知道吧 对吧 你把套索工具 你想删的这个地方呢 给它框出来 然后在这个层上 给它delete删除 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你们可能会 出问题在哪呢 就是出问题在它的 一个缺口的分布上 还有它这个整体的 这个形态上 就因为前期画的话呢 你们可能会对它的 就说白了 还是掌控不好 它一个外轮廓的 一个形态的感觉啊 就很多同学 他特别喜欢画成啥样呢 就是他知道 这一个羽毛啊 你说他画了一个羽毛 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形啊 他知道要画缺口 然后他 但是他缺口呢 他就指到要加缺口 那他怎么加呢 他就顺这边 这样加 然后呢 要么就是大一块 小一块 然后有的这个 明明这个羽毛 他都应该这样顺着 往下涨对吧 他这样顺着往下拍 但是呢 他就会画乱啊 就是有的这样缺口往下 有的突然变平了 不知道为什么到下面 还变平了 然后有的可能还在往上走 就这样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外轮廓 他就不好看 你在里面怎么画 他都感觉很别扭啊 你如果正常去画这个羽毛啊 比较简单一种方式呢 就是控制一下他 他外轮廓的一个缺口的一个大小 然后一个分布 就大一点的缺口 跟你们画那个头发的分布一样 大一点的缺口 再小一点的 对吧 然后远处再来一个 然后整体的这个形的话 让他们往一个方向去走 如果你要让他转向去走的话 你也要让他有一个过渡啊 不要 对吧 你这样的话呢 他就好看很多 你不要突然就是 本来都是往下的 然后突然往上 然后如果说 你想加一个这个 慢慢过渡 让他往上转的那种的话呢 就是你上面往上 然后呢 你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你给他慢慢变平 然后再这样往上转 让他有一个 让他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不要这样 突然来回变 或者说排成这种 特别整齐的 然后一根一根一根 这种感觉 这种这种都不好看 腰化成这边这一种 这边这种左右两个都可以 你当时要看你这个羽毛的形态 如果一个羽毛翻成弯折的话呢 它就容易出现 这个缺口会这样窝一下的这种形 但大部分时候羽毛都是这种平着的 或者稍微有一点弯的 那他们这个 羽毛的这个缺口呢 一般都是这样顺着长的 这样顺着长的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夜脉啊 跟那个夜脉是差不多的 好吧 这个放上面去 然后呢 你就刻画就行了 这个时候刻画呢 就是你挑一些重点的一些羽毛去刻画 你说这边再刻画一下 套索工具选中突然变成白色 套索选中突然变成白色 填充颜色吗 对 填充颜色 填充颜色跟那个套索工具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填充颜色有个快捷键 是这个out加delete out加delete 这个是填充前景色 然后背景色是control加delete 这是填充背景色 就是这个是前景色 这个是背景色应该知道吧 你要是nout加delete 它就全填成前景色 你要是ncontrol加delete 它就全填成背景色 对吧 这是ps的一个快捷键 这个有的时候你不用也行 有的人他会习惯 直接那个 直接去那个用那个选框填 还是用那个什么填 就他可能不用这个快捷键 这个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这个就为了画快点 亮色快点 然后基本上好像只有ps是这个键 其他的是不是这个键 可能有老师他会用这个填 就是 嗯 这个 编辑里面还是哪个里面 他有一个填充 他会那样去填 但我觉得那样太慢了 我还要再选一步 用快捷键 对这两个键离得特别的远 然后我一般得两个手去操作 但是你想你一般你去填色的时候 你也没法往上去画画 所以你那个拿笔的那个手离开 你的板子也没有关系 就是快捷键的位置用习惯就好了 你要是不太习惯可以去给他改一改 快捷键不都是可以改的吗 对吧 然后我改的快捷键是比较少的 我只有那个一个是翻转画布 我是改成了fr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嗯 涂抹 我是改的是a啊 原来a的话是选择工具 但是我一般用不到那个工具 然后呢 我按ctrl z啊 然后都在这个左手的这个区域 对吧 ctrl啊 ctrl z ctrl c ctrl v都在左手 所以我就把那个涂抹改成a了 很多人他喜欢涂抹用那个n 因为b的话是画笔嘛 然后他用n当涂抹的话 就是bnbn那样切换也有 这个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改就行 这个没必要一样 我把这个删了 你看这样的话 他慢慢的就 哎 细致起来了 好 唉 我 太帅了 这 我 算 我 你 我 你 一 哎呀 恩快捷键 恩久了 小拇指有点出镜 因为我恩快捷键的时候 小拇指喜欢翘起来 然后恩久了 小拇指容易出镜 哦 白白手 有点僵住 你可以这个都往上走 这个尖尖可以往下勾一下 让它成为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预模 让它有点变化 这样看去 平时会用快控制器吗 不用啊 哎呦 其实你哪个东西用习惯了 嗯 都好用 但是我是建议你们尽量不要用那个 嗯 不要用那个板子上面的快捷键 就为啥呢 有的板子上 不有很多快捷键的 因为你不一定所有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你那个 你自己家里头去画 你万一你出去去画 你出去做个测试 人家可能当场让你画 它那个可不一定是跟你家一样的板子 你也没那个时间来回改它的快捷键什么的 但是它肯定是让你用电脑画对吧 所以你可以尽量适应电脑的快捷键 然后控制器就是 你买了之后 如果你用习惯了 它那个确实很宽 而且你那个手不用来回去动了 就比较的省劲了 不过这个看个人的需求 你要觉得很好用 你可以买一个 现在控制器应该也不贵吧 因为感觉它也不是什么 特别高精的那种那种科技啊 但你们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们买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手套 就那个黑色的 然后只有 你的这应该叫什么指 小拇指这边的这两个手指头 是戴着的那个黑色的手套 它防滑的 一个是防滑 一个是那个防汗 就不然你们在那个板子上画久了 你就会感觉你的那个小拇指 点上的蹭的就 很难受 一个是很难受 另一个是容易产生那种特别质色的那种感觉啊 你们要是还出汗的话就更容易这样了 对 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个那个黑色的那个手套 我反正觉得这个手套真的很实用啊 我基本上我后还都得戴这个手套 不然的话我那个手啊 在板子上就寸步难行啊 因为那个手特别容易容易出汗啊 最后这个羽毛最后一片跟前面的缺口要一致吗 其实不一定一致 不一定要一致 这个要看你羽毛的一个形态啊 就比如说我这个翅膀里面啊 你看到吗 我这个翅膀里面 因为它是从这个形状往下面这个形状去翻的 所以前一个和后一个的话 它这个羽毛的收拢的这个感觉 它是都会有一点虚位的这个变化的 看到了吗 然后羽毛的话呢 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根据 它自己的一个这个 比如说来阵风吹一下 可能其中的几个羽毛它被掀起来了 对不对 那可能产生一些变化呀 嗯 然后具体的话你要看你的那个参考啊 因为你不看参考的话呢 羽毛它一动起来的话 它的形态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像正常这种凭着画就比较好画 它要是动态比较大的话呢 你还是得找参考去看 你没有办法这样默化 就是塑造的时候不能默化 然后我这个不看着参考直接这么画 就是因为它这个形态就是比较简单 你基本上画过那么两回 你这样凭着开的这个翅膀就会画了 你 这个相对中文字幕放在这边 的形态也看不出的 就是这种东西的背景 或者是动作的 的形态也看不出的 就像是动作的 一样的形态也看不出的 所以我看不出的 好吧 嗯 然后我们今天就先画到这里啊 因为也到时间了 啊 这个羽毛 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去刻画了吧 你一根绘画 其他都会画 羽毛长得每一根都一样 只是你一张上面要刻画的 可能数量比较多 就你起码你得把这一片都给它画了 然后你它的这个丰富程度 才能比较的足够 不过你一开始 你只要你就算没做这个刻画 你只要把一开始那个形态啊 层次啊 你给它做出来 那羽毛的效果就已经有了 让这里给它透一点暖光下 让它 颜色看着更舒服一些 透光 好吧 哎 然后呢 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可以给我打两个帮 我们今天就下课了 然后你们有什么疑问 现在也可以问 好 啊 好 好 好 原话新课什么时候开 最新的一期是北莫老师的班的 昨天刚开 前天刚开 然后我的话得等11月了 我的课要等11月 11月初 11月零几号 我现在是只交原话和这个材质课 我之前带过那个多风格那个基础课 但是现在暂时没有带 因为两个课带不开 但是未来的话也没准啊 可能也会去回去带一下那个多风格 不一定 得看排课 但基本上就是这几门了 别的一般都不会再交了 你要能上到11月的那个应该就是能赶上我的 但没事 你要是赶不上的话 你后面 你可以找那个老师调一下班 你可以先停一下 然后调一下班也行 你要是特别想上的话 你接下来学古风啊 你古风是哪一期啊 但其实北莫老师教的也挺好的 看你想学什么风格 因为北莫他主要是画那个纯厚图的 我可能是更偏更偏那种日韩的那种方向 韩系 伪厚图那种感觉 我不是画那种纯厚的那种 你要是喜欢纯厚图的话 可以就是听北莫老师课也没有关系 OK 那没事 我们之后有缘再见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了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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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